变小缩短,它就会加快我两腿之间转换的速度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的膝盖的位置和我的脚踝要有动力 OK,其实你们看,我在去换的时候并不是我的腿在去使劲 如果我用我的整个腿,你看它的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不会特别的长 对吧,我整条腿都在使劲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的发力其实会什么,相对于变重 你不要觉得说,我用了整条腿了,我整条腿都在使劲,我速度怎么不会快呢 相反,如果你整一条腿都在使劲的话,那说明你使劲的范围一大 范围一大之后,你的这个力量它肯定就使得重 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范围给它缩得越小越好 这个时候,其实我工作就是什么,我的脚踝和小腿 脚踝和小腿,最多到我们的膝盖的这个位置 看到吗 OK,你会发现我的两腿之间是不是换的非常快 对吗,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那老师那我这样跳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不动的呀 我想请问你们,在四分之一这么快的速度上 你还想要去跳你的身体吗,它其实很难的,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很多优秀的舞者,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是一样的 它在于快的这样一种时间节奏里面,我们并不会去展现很多的这种东西 对吗,因为其实你越简单,别人才会越清楚的看到你所想要去表达的内容 那如果你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你还想要表现很多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别人会看不清你想要表达的,甚至你自己也会表达不出来 你究竟想要去让别人看到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对吗,所以其实我们想去表达速度快的时候 我想要的表达点就只有一个,腿上的速度 OK,那结合刚刚王老师讲的这两点 首先第一,两腿之间的距离要小 OK,我不管是踩还是换,你看我在这里,我的右脚往下踩,左脚换,对不对 我不管是踩的这下还是换的这下,我的两腿之间的距离都是什么 小的,包括你看我在做twisting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看我的脚是什么,小的,我不会是这样的 如果我要是大步的话,那接下来我接下来这一步,我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慢 清楚了吗,我不管是我踩还是换,我的两腿之间的距离都要保持小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的部位要使得越爽越好 但是我们少不代表它不好,其实少才什么,少而精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少而精 我只要找准我最重要发力的部位就可以了 那这个发力部位是哪里,我的脚踝和小腿 脚踝和小腿,最多到我们的膝盖的这个位置 我就是说膝盖以下这一点,我就这一点的位置去发力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结合这两点,第一,两腿之间转换的距离要小 第二,我的小腿的这个位置,膝盖以下小腿这一条位置 要去产生发力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的速度就会快,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师有去 你看我有去做很多吗,不会,明白了吗 所以我的and的时候,它取决于我的这种拍直的一个长短 如果我想做快的,我的力量一定是小而精,去做,我不会做很大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如果想要做一个大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做了半拍的时间节奏,我就有时间去做我的身体 能明白吗,所以往往都说了,我们在这个组合里面,我想看到大家是快速的产生换腿 我想看到你们快速产生换腿,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能做得了快,那你就做快,如果你做不了快,那你就做慢 OK吗,然后但是你一定要找到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位置才可以 包括你们就算做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的小腿以下的位置一定要去产生什么 发力,然后你才能产生什么,你的身体的自由的这样一个运动 如果你只是脚下不发力,靠你的上伸去做,你是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快的转换的 OK吗,我们就像讲这个身体律动是一样的,我不一定我每次都是恰恰的原地换动心 2&3&恰恰1,或者是23恰恰1,并不是的,我的身体可以做任何一样的这种转换 但是它都是来源于哪里,它都是跟我们的音乐去产生配合的,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节奏的由来,我们的节奏是根据什么有的,是根据音乐对吧,不是我自己随便按我心理 节奏去数的,OK,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根据音乐来,包括我们的舞步也是一样的,我的舞步也是根据我的音乐节奏 那我听到音乐节奏进入到我的身体里,然后呢我再用我的身体去产生改变,对吧 我不可能是不跟音乐节奏随便在那里乱编乱造,这是觉得不可以的 那所以我们在跳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我要有身体的节奏,那我再去做任何转换的时候 我想要达到这种快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一定要有节奏的这种一种处理方式 如果我的节奏处理的不准确,我的身体也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指令 那么我身体是得不到很好的指令,那没有指令,这个身体它是不会工作的,明白吗 所以我有了指令之后,我的身体就会产生什么?快速的这样一种工作,OK 那我们相反方向的动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地做两次踏步,右脚,左脚 然后呢,我的左脚踩地板,右脚往后推身,再踩地,向旁打开,OK 然后就重复这个动作,rhythm,踩,twist,twist,打开,rhythm,踩,twist,twist,打开,rhythm,踩,twist,twist, 打开,rhythm,踩,twist,twist,打开,rhythm,踩,twist,twist,打开,rhythm,踩,twist,twist,打开 那你再去跳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能训练到什么?首先第一,你对于节奏的敏感性 第二,你的身体的律动感 这是我们恰恰什么?最原始的律动 OK 这是我们恰恰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律动 第三,你的脚下的速度 对吗?你可以通过这个动作去训练你脚下的 对吧?你可以去训练你的脚下的速度,OK 恰恰,one,two,and,three,恰恰,one,你看,就是又创造一个步子 对吧?我可以在one后面加and,two,three,oh sorry,two,three,恰恰,one,and,two,and,three,对不对? 我可以在one的后面加and,这去two,three,and,恰恰,你看,wave一定不会在一拍里面去做 对不对?我们再去做wave的时候,你至少是two,three,两拍,要不就是两拍以上 two,three,恰恰,one,或者是two,three,恰恰,one,and,two,three,对吧?wave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一拍里面去完成的 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都是由别人去创造的 OK,那这个时候可能创造这个动作的人,我今天想,我想跳一个四拍连在一起的动作 two,three,恰恰,one,我可能从头,我今天我试试,我不用从脚了,我从头开始 头,一,二,三,四,好像有这种状态了,那我试一下,那我可能今天想,我想让我的身体变成一个波浪 它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做够四拍,and,two,three,恰恰,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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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拉恰恰最原始的这样一个步伐,那我们后面经大家的规整,标准化,two,three,恰恰,one,你看,one,two,three,and,恰恰,one,恰恰,one,对不对? 只不过你可能跳的不是,two,three,and,恰恰,one,two,three,and,恰恰,one,对吧? 你跳的不是这种动力的,你可能跳的是原地换重心的,对不对? 你可能跳的是原地换重心的,对不对?